1月6号下午在台东宇宙中正堂进行包高中感恩活动 由校长曹学仁与家长会会长谢锦铃 校友会会长李金华 共同将包高中参合赠给高三学生 祝福学弟妹金榜提名 各位知道其实我们在整个学习的过程当中 考试只是我们多元能力的一种表现 它不是代表我们所有的学习成果 那一个人的能力呢 必须从很多方面被肯定、被看见、被表扬 那执品策略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而已 各位各位奉励 我们人生是一连串不同的选择 每一个阶段都是选择的 你这个时候国中读哪一个学校 高中读哪一个学校 都是还有读什么 比较大学读什么科系 当女办理包高中感恩欺负活动行之有年 已逐渐变成学校的一个传统 愿每个孩子们能带着满满的祝福展翅高飞 记者范耀玲台东室采访报导 记者范耀玲台东室!